还要来关心到的是中兴大学在埔里的实验林园区 最近因为地轮桃木果实成熟 落果不断 不少民众车辆在停放在树下时遭到落果给击中 有车辆的挡风剥离因此碎裂 震工所就表示了 要是落果造成了车损 民众可以申请国赔 而中兴大学则成怒会加强巡视 避免果实再次砸到车子 坚硬的地轮桃木果实从天而降 砸中停在树下的轿车 当风玻璃硬生碎裂变成蜘蛛网状 车主无奈至极 不知道这边的果会掉落果 然后就刚好停在这里的时候 刚好车子前后挡都被这个果实砸到 我们去那边玩的话 那边的老人们会说就不要靠过去 破坏力超强的果实是国立中兴大学 种在埔里实验林区的地轮桃木 地轮桃属于桥木植物 高度能长到超过20米 通常在春夏季会开花冬季结果 果实最长15公分可达1公斤 现在冬天过了 果实通通掉落 树下的轿车才会遭殃 希望说那边就是能够禁止停车 这个恐怕会影响民众停车的一个权益 发生的地点是在道路上 你可以向公所来申请国陪 政公所获报到场后 和中兴大学进行协调 虽然不能禁止民众停车 中兴大学也承诺会提高 园区内修减和巡视的频率 尽量避免落国的情形在此发生 接着张宏晨拿到报导